老表讲真的 你这法师 说实话 你要不遇在我 你真的饮不了 我真是服了呀 不过幸亏你是个县剧流管 问题不大 今天兑现的是一个花木兰 看着名字我就知道 他肯定是个国服了 花雕木兰系 哎呦还有点文艺啊 这把就不好打了呀 虽然说你是一个职业玩花木兰的 但是我国不操吧 也不能怂你啊 搞什么呀 那兵杰都不敢和我抢的 还是改名字吧 小老弟 就你这还国服木兰的呀 别搞笑了吧 哎呦表姐你别动我手脸 哎我真是服了你啊 没事没事 这里我们就四级了 四级打花木兰还是非常好打的 这里不用注冻什么细节的 只要你开大 打他就有手就行 五层被弄在手 直接贫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我 你说 这是挂吧 这个时候竟然还被粉丝认出来了 完蛋了呀 丢人丢到家了 哎对了 七友是谁 我不认识他呀 七友是谁 我不认识呀 压根就不认识七友 怎么会玩乔老板吧 对吧 真是搞笑啊 我这名字怎么回 那肯定是随便起的了 三到十三 又是一局大逆风啊 这也太打了呀 但是还是要稳住心态 不能放弃啊 在草丛里卡一波视野 他们都没有技能了 直接大招七手进场 没有霸体的木兰 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 只管便宜他就行了 给我 作假 哎呦 玩儿卖了卖了卖了 没技能了 这种大逆风局啊 第一件肯定要做反甲 要不然根本抗木 0-8的玩儿 还有赢的希望吗 这到底是和谁学的呀 游戏来到十分钟 这个龙王绝对不能让 直接给我拿下 这一局就是翻盘点呀 虽然拿下了黑龙 但是这时候兑现马可 是根本打不过的 千万不能被他封针 只能往后面拉位置 小明妹妹赶紧走啊 赶紧走啊 你这什么风味啊 赶紧跑赶紧跑 这时候只能卖掉了 我没有大招 上去也是白给 最后三秒 要来支援了 直接一技能 三段雷霆 干嘛的先收掉马可 这时候木兰先跑 直接二技能 套个减速 你不是很能吗 你还一想 你还给我坐下 我们没有状态 对面打野肯定会来抓的 看见哈信了 先往后面拉下位置 骗一下技能 好兄弟 你别这么上头呀 你别被秒了 这里假装没技能 等他天生再过来 直接回头救下队友 大招一开 直接和他平A 老爹 你真的以为 我还是当初那个操贼呀 你给我坐下 有名刀就如何 还是给我吸奈 有什么局势了 17比30 你个木兰还敢出来 清明线 那你真的是不知好歹呀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一技能往后面 打住一单位 也直接击飞马可 还想跑呢 直接闪现 跟上 太大的逆风又如何呢 还不是中路照样一波 什么玩儿竟然飞天了 也太感动了吧 这时候还想守家呢 肯定是没有希望了呀 对面马可还想跑呢 直接关速一闪 放他走位 直接一波啊 这就像 骑影